有鉴于台湾在今年4月3日发生一起强烈地震造成人民的伤亡 因此新北市政府将在暑假期间举办消防防灾西游记 投席向前行的儿童夏令营活动 新北市副市长朱涕之表示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小学生从防灾教育中认识消防知识及各种灾害应变能力 2024新北消防儿童夏令营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防灾西游记同心向前行 那刚刚我们从我们所有的消防年轻消防弟兄的演绎的过程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让孩童们在游戏当中学到避难的 以及自助的方法 让大家来半天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在农烟的这个房子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逃生避难 我们在防震的这个震灾的体验车上面 我们知道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相关的一个避难 另外一个部分呢 又从游戏里面可以知道这个所有的火线的水线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 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里面去学到 我们在地震里面的这个P波、X波这些基本的一些地震的一些观念 那为什么我们收到了警报 过了几秒 地震就发生了 那也可以知道是说 在火灾农烟密布的一个火灾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自助 今年夏令营活动精彩可期 包括有农烟式地震车的体验活动 希望让学童在防灾的教育里面得到收获 万一有灾难发生时 才能够随时掌握避难的方法 副市长也感谢民间相关单位 心态国中等学校提供场地 让小朋友在安心的环境空间活动学习 为提供暑假期间另外一个学习课外的新知园地 新北市消防局指出 夏令营活动的场地规划 包括在板桥、新庄等地区 共计办理14个场次 提供2000多名学童参加 记者黄又贤 新北市采访报道